因为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劳动节啊 在复工复产的企业其实都没有休息 保持着继续联育生产的一个状态 大家都很非常珍惜现在的时间 在市区和企业的共同努力下 本市工业企业的复工复产还是有序推进的 截止到5月4号 全是我们重点监测的1800家工业企业中 复工率已经超过了70% 尤其是在第一批的660家 660多家重点工业企业中呢 复工率已经超过了90% 汽车 集成电路 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链呢 持续的恢复 提升了产能 龙头企业继续保持着稳定的生产 总体看来全市工业企业的复工复产 是稳定向前推进 取得了一定的进展